今天是小梅的生日 为了庆祝 爸爸开车载小梅一起去自助火锅店吃饭 到了现场 小梅拿了最喜欢的香菇 金针菇 杏鲍菇等等 小梅的爸爸也是菇类的爱好者 把香菇煮熟之后入口 觉得很满足 整个用餐过程很美满 回到家后 在聊天的时候 小梅问爸爸 菇类有哪一些呢 怎么种植呢 爸爸满脸黑的问号 但同时也很好奇 于是上网查询 嗨大家好 我是辉 今天要讲的是菇类的知识 菇类的蛋白质含量高于一般的蔬菜 而且丰富营养 有植物肉或者是蔬菜牛排的称号 因为脂肪的含量低 热量不高 有身体不可或缺的氨基酸 微生物和矿物质等 对素食主义者 或者是减肥 是理想的食物 适当的饮食对健康有很多的帮助 菇类属于真菌类 在台湾常见的有香菇 金针菇 杏鲍菇 锈针菇等等 甚至连黑白木耳 但菇类属也是其中之一 菇类的培养并不像树木或者是花草 有叶绿素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产生养分 而是要依赖其他的生物来获取 如果你对日常生活的各种知识有兴趣 并且想要了解 欢迎按赞分享与订阅 这样就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哦 依照养分获取的类型 总共分为三类 这三种分别是 寄生 辅生 以及共生 寄生是指两种生物生存在一起 其中一方成长 另一方变得衰弱 属于寄生类的 有林芝 冬虫 下草 这种寄生菌会从植物 动物 或者是其他真菌获得营养 比如冬虫下草就是寄生在蝙蝠尔的幼虫上 共生是指两种生物体一起共存 互相帮助 属于共生类的 有松露 松龙或者是牛肝菌等 共生类则是利用菌丝 和植物的根部相连 植物供给真菌一些养分 而真菌帮助植物吸收宽物质 相互扶持 在自然界有一种特殊的共生菌种 称为鸡肉丝菇 特别的是 它与白蚁一起共存 鸡肉丝菇常出现在夏日雷雨过后 又称为雷公菇 目前无法用人工培育 所以价格昂贵 而俯生的方式 则会分明一种特殊的酵素 把无生命的生命体 譬如以腐朽的植物 若叶 分解成养分 在吸收利用 藉由这种方式 就可以用人工培育大量的生产 而根据分解的有机物质 可分为木生形 和草生形两种 香菇 木耳 金针菇等生长在无生命的木头内 属于木生形 栽培以断木或者是木屑作为主原料 而草菇或者是羊菇 属于草生形 生长在草类或者是粪便等有机物质上 要栽培的时候以稻草 或米糠混合鸡粪作为原料 首先要介绍的是 菇类种植的环境 要栽培菇类需要了解 菇类生长的条件 主要包括温度、湿度、光照和空气 第一,温度 又可分为菌丝成长的阶段 与初菇时适合的温度 菌丝最适合生长的温度 介于23到25度C之间 因为菇类没有像植物可以耐寒或者是耐热 超过38度C以上 菌丝就会开始死亡 无法再生长 所以在养菌时期 要特别注意温度的掌控 在初菇阶段 大部分的菇类都需要温差的置机 如果有去香菇观光农场 去买太空包来种植 业者都会教导如何种菇 一开始先放置在室温7到10天后 等待菌丝充满整个太空包 再放到冰箱 这个步骤就是成长关键的阶段 而按照菇类品种的刺激成长温度 可以分为恒温与变温两种类型 恒温指的是低温结石 变温则是中温结石以及高温结石 对于低温结石的菇类 一般都在环境与温度控制下的菇舍 定期成长 比如香菇、杏鲍菇等 而中温结石则可以在低温海拔 利用秋天到春天的期间培育 而高温结石的菇类 则适合在夏天 比如灵芝、草菇 第二 湿度 湿度是另外影响出菇的因素 一般在生理中找野菇 都会挑选在下雨过后 因为湿气较重 比较容易发现菇类冒出 可是在培养菌丝的阶段 湿度不用太高 因为菇类培养在太空包或者是塑胶瓶中 在半密闭的环境下 与外界的接触较少 如果湿度太高 不但墓穴容易潮湿 会让空气中的杂菌快速成长 反而会让菌丝被污染 如果湿度低于50% 太空包内的水分容易蒸发 会降低菌丝所需要的含水量 但是在初步阶段 要增加湿度 湿核的相对湿度 约在85-90%之间 也需要针对菇种的不同再做调整 第三 光照 菇类在菌丝成长阶段 对于光的需求不高 光照过强 反而会对菌丝有减缓生长的影响 如果环境在完全黑暗的状况下 几乎无法出菇 但是有少部分的菇类例外 如果光线不足 则初步量少 菇类的外观颜色会暗淡 而且菇朵会较小 但是如果用以强光来直射 会使菇类的水分上市较快 会交速老化 因此栽培的场所 光线的控制量 为看到书报的自为最适合 不同颜色的光 产生的影响也不同 光色最明显 依序是蓝光 绿光 红光 如果在初故的接惯 还需要光照的刺激才能够成长 影响层面除了生长的速度外 还有生长的方向 与菇类本身的色德 第四 氧气 因为菇类不是植物 没有叶绿素 无法自行光合作用 不能自行合成氧气 但是与其他的生物相同 也是需要吸取氧气 吐出二氧化碳 在高浓度二氧化碳的状况下 无法正常成长 在菌丝成长阶段 可以忍受较高浓度的二氧化碳 但是频繁的换气 反而会让菌丝的生长速度变慢 在初故的阶段 则需要大量的氧气 在初期生长 二氧化碳的浓度较高 会导致成为畸形菇 影响成长 在后期如果二氧化碳浓度太高 菇类的菇饼就会变得又粗又长 所以需要配合菇体不同的发育阶段做调整 菇类吸取氧分的方法各有千秋 经由大自然所种植的 需要天使地利人和 按种种的关键因素 才能够成长 当然价格也不菲 我们可以利用菇类的特性 用人工的方法来培育 除了要注意周遭的环境外 温度与湿度 都要经过严德的管理和掌握 在超级市场或吃火锅的时候 看到香菇或其他的菇类产品 应该就不会陌生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